胡勇第四战,如果不是他,胡勇赢不了 丹杰15分,他是板凳暴徒,也是莫杰英雄 本场比赛第四截沃克在进攻端的表现太关键了 不仅出球快很准,各是上演爆炸性的个人得分秀 丹杰九头六中狂砍15分 要知道勇士丹杰也只拿17分 面对这般海啸攻势,勇士想挡也挡不住 帮助胡勇以104比101,三分之差险胜勇士 本场比赛的沃克也让人见识到他有多顽强,自信满满 莫杰看他持球就知道,完全没要熄火的意思 扎扎实实地摧毁勇士,简直是人来风,神经刀 更创下至Kobe以后,胡勇对死季后赛唯一从板凳出发 仍在第四截单截得到15分以上的球员 胡勇能取得系列赛3比1听牌局,沃克真的太关键了 老詹赛后也称赞沃克的表现 我告诉过沃克的机会总会来的 如果没有他,我们肯定无法赢得这场比赛 而老詹在追分上也是取得很关键的效果 莫杰持球进攻硬攻禁区 甚至利用掩护逼迫勇士换防,屡次点名柯瑞丹达 照了柯瑞两个犯规,连得4分,效果非常显著 不过老詹也已不是当年那个,整晚杀进杀出的战神了 体力负荷过大的同时,进攻效率也受到影响 整场比赛下来,25投10中,投篮命中率仅有40% 砍下27分9篮板6助攻一主攻 虽然效率不佳,却也值得尊敬 38岁老汉拼了老命扛了43分钟 扛着压力带着使命感撑起的胡人 表现出飞赢不可的企图心,真的很重要 另外不得不说,阿滴作为胡人阵中最强的攻防兵器 近期一场神,一场鬼的表现,在本场比赛见不到了 本场比赛A滴完全让勇士防不胜防 半场就砍下19分6篮板两助攻 各种中距离跳投,第10球切入照杀伤 D位单打强吃 上场43分钟,就与超高效率16投10中 砍下了13分15篮板两助攻三超结 真实命中率高达66.4% 尤其防守端更是防到对手怀疑人生 独秒阶段只差一分的情况下 阿滴连续两拨守柯瑞手的横井很拼 试图干扰柯瑞四线 不让他找到节奏的同时 还能及时铺防柯瑞出手 只能说2D本场比赛侵略性十足 攻防影响力展露无疑 完全扛起胡人攻防两端的大棋 而Raze经历了四场系列赛后 终于找回进攻节奏了 上场34分钟,就与出色表现15投7中 恐砍21分两篮板四处攻一超结 各种游戏区抛投,节奏过人,强攻禁区 三分球更是来到50%的高命中率 6投3中,跨跨入网 整个打得很有侵略性 屡屡能在球队需要得分时 用各种高难度的出手方式将球投进 找回信心的Raves 简直就是胡人球迷的超人 而Rode第三节的表现也是极为关键 用那犀利无比的切入速度 狂攻勇士禁区 突破后的三次出手 全部命中连得6分 帮助胡人第三节末段 追到只剩4分之差 真的是在燃烧自己 另外较可惜的是 Dianzolo面对Gary Payton 24的防守 打得极为挣扎 跑无准心 完全被锁住 上场31分钟 十次出手 兼有命中一球 只得到4分 只能说勇士首发放上Gary Payton的2-4 确实有效限制了Dianzolo的发挥 不幸的是 胡人板凳深度深不可测 遇上挖克而领威受命 逆转战局 总是胡人能取得系列赛3比1听牌局 板凳深度确实是逆着勇士的最大关键 老瞻点名柯瑞丹打也很成功 阿迪最后两波的防守更是非常关键 人看的老瞻与柯瑞同场竞技 真是且看且珍惜 而接下来系列赛第五战 背水一战的勇士 柯瑞的佣人肯定会比这场比赛更加难以捉摸 不过他们这轮系列赛临场应变也是进步神术 面对柯尔大魔王 经验值只上天际 连点名战术都用上了 就相信胡人接下来的表现吧 那么今天的节目先聊到这边 我是金 我们下期再见吧